人人都想做梦 因为梦里啥都有 俄罗斯科幻电影一届就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影片开头 我们的主人公胡扎哥就从床上醒来 但他一脸懵逼 因为房间大部分事物都被黑色物质腐蚀着 就连合照里面女朋友的脸也是腐烂的 这让他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陌生 这时胡扎哥跑到房子外面 眼前的场景更加让他大写的懵逼都出来了 颠倒腐烂的建筑 破碎的世界 就在他欣赏着这番美景的同时 一只冒黑烟的怪物似乎发现了胡扎哥 直接出了上来 迎头就是一击 就在大家以为电影要羡慕的时候 一票黑衣人上来直接把怪物炸飞了 胡扎哥得救 电影继续 怪物似乎会再生 一伙人只能逃跑 这里就为大家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飞烟走壁 从一座断层跳下去 滑到另一个地方 从桥上跳下来 结果是飞上来 这真是比云霄飞车还要刺激 远离危险后 黑衣人中的四眼妹也就是本片的女主 给胡扎哥解释了这里的情况 原来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由人的记忆构建而成 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昏迷的人 都会失去记忆来到这个世界 随后女主的一番操作更加让胡扎哥懵逼加身 只见他一举手 胡扎哥脸上的伤就消失不见了 接着他们回到了黑衣人的大本营 首领是一位白头老 胡扎哥也正是这位白头老让他们去找回来的 第二天早上 众人想看看胡扎哥到底有什么特殊能力 让白发老头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带回来 而胡扎哥也明白了 这里的部分人是有特异功能的 像女主其实是个奶妈 拥有治疗的能力 而一路上都对胡扎哥 非常不友善的暴躁哥能力 就是空手皆飞弹 这个叫幽灵的灰色系妹子 能制造幻影迷惑敌人 而胡扎哥 可能是能力还没有觉醒吧 他决定跟随大部队去探个险 不得不说 这一段的场景塑造 真的非常赞 各种炫酷建筑 帅就完事了 在小伙伴的口中 胡扎哥得知 这些黑色怪物的来历 原来他们是脑死亡的植物人 由于现实中 家人不允许关掉机器 所以死不掉也回不去 只知道把活人杀死变成 和自己一样的黑色怪物 哎 真是造孽 接着来到一个 飞弃工厂找炸弹 众人格显神通 主要人物是疯狂展示自我的暴躁哥 和耸在角落的胡扎哥 其余人几下功夫 就把敌人清除干净了 随后大家来到了目的地 一架破旧潜水艇 浮在水面上 场面极度壮观酷炫 一群人开始拆玉雷 就在此时 幽灵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原来是三只黑色怪物 朝他们的方向跑了过来 暴躁哥这下怂了 大声喊道 让所有人赶紧跑路 情急之下 鱼雷脱手 眼看就要掉地上 炸死所有人 胡扎哥觉醒了 只见他往太阳穴上一恩 上方变出一条滑轨 把鱼雷划了下来 职业互吹 白头老表示 你这么牛逼 帮忙建造一个 独立安全的岛吧 这样所有人 才能永远的安全 胡扎哥表示 小case啊 没问题 牛逼吹过头的他 发现自己根本 还没熟练能力 什么都捏不出来 这时候女主出现 胡扎哥立马打了鸡血 翻手就把一座建筑的模型 给捏了出来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啊 第二天众人收拾好 准备出发 暴躁哥觉得胡扎哥 不但抢了自己的风头 还把牛给抢了 心生恨意 便偷偷藏了一个 吸引怪物的信号器 一伙人像剧交友一样 开开心心的出发 突然幽灵发现了怪物 众人分头去探路 胡扎哥也不示弱 独自去了一个方向 谁不知道暴躁哥 早就按了信号器 一只怪物 就在胡扎哥背后 准备致命一击 看透一切的白头牢 早已让坦克跟随着 胡扎哥再次逃过一劫 大家跑回去 却发现之前 就被怪物划伤手的暴躁哥 已经忍不住要变身了 此时怪物从四面八方洗来 展开无情的杀戮 死伤惨重 几个能力者和白头老爷跑了 跑着跑着 胡扎哥突然感觉到凶闷气喘 四肢五立 突然眼前一黑 倒下了 原来胡扎哥是在现实中 被关掉了机器 醒来了 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自己是出了车祸 昏迷后被送到这里 梦里的其他人也一样 昏迷后躺在病床上 身上都插着同样的仪器 一开始照片中 那个腐烂的女友 就是梦里的奶妈女主 而操控着这一切 不是别人 正是本片的最终boss 也就是白头老 白头老想成为人类的神 他创建了宗教 计划打造一个梦幻般的城市 让里面住的人可以随心所欲 不被疾病伤残困扰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而这就是他需要胡扎哥的原因 胡扎哥当然不肯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害人 但为了救自己的女友 他不得已答应白头老的要求 回到梦里 为他建造梦幻岛 建好了 就把他们放了 胡扎哥再次进入梦境 此时的他已经开了挂 一进去就秒杀怪物 找到了小伙伴们 来到指定位置后 男主旅行了 和白头老的承诺 开始了神比马良一样的操作 只见他拿起手 比划了一下 一座神圣宏伟的城市就出现了 这场景当时就把我给惊呆了 这是多少设计师 梦寐以求的技能啊 脑子里想到什么 一挥手就画出来 提高工作效率 还可以把设计师内心 所要表达的东西 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技能 妙 真妙 非常妙 小伙伴们看到 虎扎哥审一般的操作 不禁心里感叹 真的是词刀 只因梦利用 人间根本没得喂呀 导见好了 虎扎哥说是时候 帮我们走了 但是这白头老 开始把每个人 现实中的苦难都说了出来 幽灵 典勇每天发作 无亲无故 还住在疯人院 坦克 因车祸失去家庭 每天血酒 还开枪射击邻居 天文学家 患有自闭症 家里年迈父母 无人照顾 虎扎哥 苦逼建筑师 设计超前无人问津 把愤怒发泄在 陪伴身边的女主身上 众人听完都想摆脱现实 留在这个 无悲无痛的世界 可白头老表示 我就是说说而已 并不想让你们留下 我现实中的人 已经对你们下手了 说着 坦克就化成灰了 胡扎男想要揍他 却被他一反手 就打飞了 果然没几把刷子 是当不了boss的 发现打不过 只有跑了 胡扎哥决定去寻找出口 想要苏醒 必须找到现实中 自己所在的位置 此时 幽灵也化作尘埃 只剩下三人 踏上寻找苏醒的路 随后他们找到了出口 而这个早已在现实 被关掉机器的天文学家 也化成灰了 只剩下男女主 继续前行 这时 阴魂不散的白头老 又出现了 对胡扎男 开始无尽的喜闹 而胡扎男 一心想要打倒他 却无能为力 就在男主被掐住时 白头老身体 突然被捅穿了 而袭击他的怪物 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洗白后的暴躁哥 暴躁哥捅完白头老 看了一下胡扎哥就走了 哎 不对 不是应该看一下女主吗 不过还是很潇洒的 胡扎男顺利醒来 回到现实 救了女主 而此时的白头老 已经变成植物人了 回归了正常生活的男主 照常坐在电脑前 做着苦力的设计 但这次 终于有人欣赏了 还中了标 和女主过上了 没修没造的生活 此时新闻上播的 正是这家公司 不但没被关闭 还成了正规机构 而男主也从杂志下面 翻出那张 并没有扔掉的机构名片 似乎也想再次回去 假如你面临 电影一样的选择 你会怎么选 现实生活中无忧无虑 生活美满的人 自然不屑于这种一介 但那些现实中 生活失忆 屡受挫折 身患残疾的人 又是否能经得起 这样的诱惑呢 相对现实世界的他们 更愿意活在梦境世界 他们甚至觉得 这是天堂 生活不同于电影 该醒来的迟早要醒来 所以过好现实 少做美梦吧 好了 电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